穿著保護衣的衛生署人員 去到位於觀塘永興工業大廈的 Party Room採集養本 這裡已經暫停營業 確診新冠肺炎的一對婆孫 大年初二與17個親戚 曾經在這間Party Room燒烤和打邊爐 其中兩個親戚來自廣東省 24歲的孫仔上月30日開始發燒和咳 看過幾次私家醫生 剛剛過去的星期六 入住倫敦寺醫院之後確診 而她90多歲有長期病患的外婆 就曾經在2月1日因為發燒和腳腫 入住東區醫院的內科病房 醫院在知道她的孫兒確診之後 再拿她的樣本去化驗 星期日證實她同樣確診 當日參加過聚會的人 有另外8個檢測結果呈陽性 至於兩個內地親戚 已經分別在1月28和29日回到內地 經過醫院檢查 其中一個人證實沒事 另外一個人就等著化驗結果 我們都會當作一個 即是有機會是本地的爆發 本地的家族性爆發的個案 衛生署說現在還未確定病原 兩婆孫都沒有外遊或者接觸患者的記錄 加上病徵輕微 和普通流感病人相似 在現在的策略之下未必可以有效阻止社區蔓延 越來越多人不可以說所有 就開始是一些比較沒有一個高額因素的人 即你很難在社區裏面知道誰是有病 誰是沒有病 變了其實如果越來越多 如果這類個案產生的話 可能根本我們社區已經是有些蔓延 或者甚至是爆發 好像流感那樣 其實就沒有一個真的有效的辦法去阻止 如果它那個本地的傳播是越來越厲害 比如病發的日期越來越遲 而越來越多個案的話 我們做完這些所有的措施都阻止不了 可能真的有機會是風土化 至於打火鍋又是否會增加病毒傳播的風險呢 可能有些專家會說 究竟會不會打火鍋是有機會冒化了一些東西 這方面其實我自己就沒有這方面研究 就不可以說斷定是還是不是 當然想起也可能有些情況 就是如果有病的人 他有些飛沫或者其他在那裡冒化了 可能真的有些機會都不頂 但都要有一個有病的人 有一個病原在那裡 就不會說火鍋自己無端端就有些病出來 章竹郡猶呼籲 市民應該減少聚會 同台吃飯的時候也都要用功筷 到忘記者陳婉同報導 做得到 做得到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